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今天是2020年12月29号 那个网路上热闹 自从这个中国大陆 马保国被那个人民日报 这个11月28号点名批判之后 各个大陆各个那个网路平台 全部给他下架了 连他儿子也下架了 那这个现象我已经批评过 但是今天又听到 另外一个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太太让人觉得觉得觉得刺激的 就在马保国还没有跟人家比比赛之前 就他他以前刚开始搞红悬太极的时候 有一个身上刺青的一个一个格斗选手 叫做叫做叶挺 这个人跟他跟马保国切磋之后 因为其实马保国因为他有 网路上有很多那个点阅率很高嘛 就他是一个很热门的人物 那一桌酒菜是由徒弟花钱 然后呢要请什么呢 要请师保 什么叫师保 师保就是要三师六正 就是说你要有人 你要拜师的时候 你必须要什么 你有很多师兄推荐你 认定你 保就是什么 保证你 保证你将来不会怎么样 不会欺师灭祖 那结果就有同门的或者是其他门派的那些大师嘛 所谓师父啊 就是掌门人一起参加这个饭局 然后一起见证 然后另外就是推荐他的人啊 然后就会在这边 那中国人最习最习惯就是这 传统记忆都是要什么 传统手艺都要有拜师嘛 拜师里是要磕头的啊 磕头三磕头 然后还有还有拿拜帖啊 然后还要还要念发誓 发誓终生跟随师父啊 绝对不会欺师灭祖啊 欺师灭祖啊 这四个字很重要 传统的那个手艺啊 要传师父要传徒弟都有这个要求 就是说不管是是不是武术 其他都是一样 各种各种手艺都是一样啊 有一个规矩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学成之后 你不得在师父的地盘上面 去去这个去做同样的 开同样的行业 比如说你是一个金匠啊 或者你是一个鞋匠 你学会之后 你必须要离开师父的 这个范围 另外去开支善业 另外去那个另立三头 除非你混得不好 来师父这边 师父在收容你 做一个师父 或者如果更优秀的人 可能就是他的传人 敌传弟子嘛 就是这样子来的 传统手艺特别需要这样 所以需要什么 拜师仪式叫磕头 要有拜帖 然后双方还有盖章 还有什么 还有刚刚有三师七阵 就是有师有宝 就是有师父 引进 然后还有还有那个宝师 宝师就是证明的人 匆匆签名盖章 在那张拜师带师帖 帖帖帖上面 然后还吃饭 喝酒 敬酒 那这些东西 这个叫夜挺的人 他原来是马宝国 等于是他们私下互相利用了 因为这个夜挺是一个打格斗的人 打那个那个博集的人 自由博集的人 他用的套路根本不是马宝国 那个套路 各个传统武术 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都会去找一些这些人来拜师 所谓拜师可能你还每个月还给他那个薪水呢 让他挂在你名下 然后有人来挑战谁 由他们去应战 因为师父老乙嘛 不能再战 所以就由徒弟出马 以前那个吴公仪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香港那个吴公仪 太极大师跟行义大师两个人 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我都忘了 反正他们两个人打得王八拳 完全不是太极也不是行义 所以各个门派 尤其太极啊 这些八卦什么 他们都是找了这些散打的人 散打选手 来到门下挂名 然后要应战都是他 而那个大师 那个师父都不出马的 都躲着 归缩在后面 让徒弟出马 那这种现象就是 因为他已经用这个 用合理来掩盖 他的虚伪嘛 好 那这也没有关系 但结果的怎么样呢 结果这个 原来是马保国的那个弟子 只要去跟人家对打的约好了对打 结果他手说手骨折 他不能不能出场 不能出场 那个场那个那一场比赛是由他徒弟去安排的 结果徒弟不能出场了 这个说师父 师父很厉害嘛 师父出场 那么马保国又自不量力 结果上去亲自跟人家对打 一个69岁老头 跟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业余拳击爱好者 结果两个人一打之后 在30秒钟KO了三次 最后一直要昏倒 其他几次被打倒 TKO 技术击倒 最后那一次完全KO 打昏了 倒在地下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叫叶挺的 因为已经败私了嘛 他后来他又参加出来参加比赛 然后还 而且跟别人打的时候 还打赢了 打赢的时候他在那边 师生历劫的 讲得很感人的话 他说 浑原形意太极 不是孬种 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这样的人家觉得 他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的一个年轻人 虽然他身上刺青 而且他怎么样 他打得浑身大汗 而且又很 又势惊力敌 最后打赢了 觉得这个年轻人 真的是 有传统中国人的 从理上义的 讲义气的一个年轻人 我还要给他举大拇指 这个大拇指 这个按赞 千万不要随便 因为接下来 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 就让人觉得很可笑 那一次马宝国被KO之后 他不离不弃 他之后还有去 用那个太极 浑原形意太极的名义 这个门派出去比赛 也就是这样 要为师父争光 好 结果这个马宝国 一旦被下架之后 他的停电了 所有灯都熄掉了 没有热度可蹭了 网络上完全归零了 消失 人间消失了 你再蹭他 他的门下没有意义了 这个叫叶挺的 立刻就公开声明 把那个 把他的那个 拜师的那个证撕掉 然后还怎样 还把那些 马宝国送他的书 通通撕掉 然后还说 叫他师父 一定要把他的名字 退出他的那个门下 这件事情 这个叶挺这个人 他完全是一个什么 一个市井 无赖 可以这样讲 他完全不懂 什么叫做拜师 这回事情 已经有三师七阵了 已经有这样 失保 而且你磕了头了 拜入门下了 你现在这个行为 就是很典型的什么呢 拜师的意思 要尊师重道 永远要尊师重道 你的师父 一直你要养到他死 简单讲是这样 都在他门下 那你 他如果没那个本事 你就不要拜师 你就当学员 交学费就好了 你不用拜师 师徒关系 跟师生关系 是两回事 师徒是一辈子的关系 师生只是 你交学费就交 就像学校一样 毕业就毕业了 不会把那老师捧一辈子 尤其是学徒弟 学生超过老师的时候 可能还会鄙视老师 甚至于当时老师教东西 可能过时会有错误 那他还要指证他 他还懒得指证 所以尊师重道 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师徒关系 还是师生关系 但是现在 他这样出卖他的师父 马宝国 他这种行为就是什么 就是七师灭祖 七师灭祖 七师灭祖是在传统 拜师学义的 的人中间是一个 罪罪罪罪大忌 不只是本门的人 要痛斥他 要制裁他 其他门派的人 也要抵视他 因为他简单讲 他自己就把自己 在江湖除名了 你当初为什么要拜师 有人强迫你吗 你不过就是趁热度嘛 你现在人家没有热度了 没有光亮了 你现在就 你就弃他于 而且还要怎么样 落井下石 他是你的师父 你还要落井下石说 马宝国是个骗子 如果他是个骗子 他当初你为什么还要拜师呢 你也不是今天才出生的 你那个涉事未深 世人不明 他讲不过去 你也也是二三十岁的人了 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江湖也跑过了 现在马宝国黯淡无光了 你就要弃如必息 你简单讲 马宝国黯淡无光 你还活着 你就算不打 魂拳太极的名义 你还可以在江湖上混 现在你把他 你不承认是他的徒弟了 说他是个骗子 你还要撕毁他的 你的拜师的这个证 然后还要求马宝国 帮你退出师门 这些行动都是什么 都是完全不懂 拜师是什么一回事 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台湾的相声界 像比如说 台湾以前那个相声界很有名的 魏龙豪 吴少南 还有陈一安 他们几个都是在军中的 这个义工队 也就是大陆的文工团 在部队的文工团里面讲 因为当时的相声是 大陆来台的那些军人 年纪轻 很轻 那时候很轻 后来都老成凋谢了 包括这三个人 现在都已经去世了 最老的那个一百多岁去世的 好 OK 他们三个人都没有 在大陆都没有 拜过师 他们是在 跟着部队来台湾的 不是艺人 他们是三个人 是在部队中间在选出来 因为他们口齿凌厉 而且反应灵敏 而且又喜欢相声艺术 所以他们三个人 都没有拜过师 那在台湾 因为他们很有名 所以很多那个后辈 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人 我是1955年出生 今天65岁的 这一个年龄成的 还有比我年龄更小的 比我小10岁的 那些人对相声艺术 有兴趣的人 都想要跟他拜师 那他讲说 那要拜师就要有师臣嘛 你的师父跟你的师祖是谁 那既然他们都没有拜师 所以没有师祖 就是他这一阵 所以他们虽然也接受拜师 但是呢 他们希望说能够有一个 更有那个卖戏的 所以这些台湾这些年轻人 又到大陆去拜师 像拜什么 那个什么马三利啊 什么那些人啊 什么侯宝林这些人 好像侯宝林拜的人 拜他师父的人最多 同样的台湾的京剧界 或者其他的艺术界的人 在台湾已经是一个明觉了 但是因为想要打入大陆市场 所以要到大陆去又去拜师 去拜大陆的明觉 想借着他的这个音辟 能够在大陆也受到欢迎 但事实上因为大陆人才济济 所以这也很困难 像比如说台湾的人 讲相声要到大陆去混的话 基本上基本上是没戏 简单讲是这样 因为大陆人太多了 那事实上连大陆的讲相声的 比如说那个叫郭德纲 余谦他们两个人 郭德纲以前他就没有师父 所以人家当初他出来的时候 人家说你师父是谁 没有师父 他跟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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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龙豪吴兆南跟那个 陈宜安是一样的 他们就是喜欢相声艺术 常常听然后自己就开始 暗中学习 然后自己编段子自己这个 因为相声是一个活的不是死的 你不能老班旧段子 旧段子是死人牙会 同样的各种艺术都是这样子 要精益求精 武术难道不是吗 其他手艺更是这样子 没有一个东西是这样 所以台湾的人就到大陆去拜师 那大陆的人 大陆的艺人 有很多艺人 也想到台湾来 这个台湾的市场 台湾钱烟角木嘛 台湾钱台湾人都有钱嘛 以为说这个 那些传统艺术 比如说金句 大陆人也来台湾拜过师 台湾有金句的名林 大陆人来拜师的 这个情形很特殊 但是也有 也有 那因为他想来了 靠他师傅的这个 这个阴僻也在台湾的市场 能够打开 这也无可厚非 因为江湖人物都这样嘛 那有人讲说 这个 这个 戏子无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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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之无情 戏子无意 实际上在 那个 所谓戏子 就是唱戏的人嘛 就传统戏剧的 从业人员 在戏子无情 表之无意 表之就是 嫖客 嫖完之后 你百万一十进 韩情无片银 玩完之后 你没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 把你赶出门去 这个 这个 传统 传统戏曲 传统的那个戏剧里面 这种 这种段子 多了去了 所以才会有 李娃传 才会有 那个 那些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交什么 我一下想不起来 反正这种 这种 那个 清流艳机 爱上书生 然后后来书生 对他 功成名就之后 把他弃如必戏 这种 这种传统段子 太多了 那就 那些段子 都是要反映什么呢 表之有情有义 是你一个读书人 无情无义 这是一种反凤嘛 但是我们常常会讲说 那个戏子哭 戏子哭娘 两行甲类 所以戏子的 那个 父母死了 当然那个父母 可能因为他从小 被卖到那个 梨园去 所以可能那都是 他的那个 那个保姆吧 老保子吧 所以他的老保 他的那个 那个 养母去世之后 他们也会哭 因为他们常常在台上 要演悲剧 所以戏子哭娘 两行甲类 这也是说戏子 戏子是一个 无情无义的人 实际上 事实上好像戏子 有情有义的 还很多 那表之无情 那是很正常的嘛 因为他每天要接 伸张首位 一大堆人嘛 但是你如果说 你是一个其他的首艺人 不是 你不应该是这样子 中国人传统的 这种 这种敦厚啊 尊师重道的 这些 这些传统的 那个天地军亲师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伦理嘛 天地军亲师 师第五位 你看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的 五轮的关系 那你 你既然你还能够 欺世灭祖 甚至于 马宝国消失之后 人间蒸发之后 他来个 来个落井下石 马上说 马宝国是个 是个骗子 这个 这个真的是 让我觉得 非常惊讶 好 讲到那个 拜师这个事情 我又想到 另外一件事情 刚刚讲到 那个戏子的事情 那个刚刚讲 台湾有很多的 艺人跑到大陆去拜师 然后大陆也有 少部分的 这个艺人 也来台湾拜师 这个 这就是海峡两岸 交流 无可厚非 只是因为传统 传统的那个戏曲 终归会没落 因为它方言的问题 还有它的那个 声枪等等 不符合现在的节奏 快节奏 我讲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很有很有趣的 就是 你要 刚刚讲了说 你要 要拜师 拜师理由什么 要有师 要有宝 所谓师跟宝 还有一个什么 师父要对那个徒弟要考察 考察合格才要 才收这个徒弟 因为你发现到 他可能很聪明 但是呢 他将来势必 学成之后 势必要欺失灭主 他要另立门户 不会在你这个门下面 屈居于你这个门下面 这种例子 不胜美举 我自己就 我自己就 要收学生 我一定是非常之重视 这个东西 你很聪明 可是呢 我跟你平行就好了 我不会做你师傅 也不会做你的老师 也不会教你什么东西的 了不起就交流一下 那更有胜者 连交流都省的 因为我一看你那个样子 我就知道 你绝对其实灭主 我年轻的时候 就曾经教过 我说我19岁就开过道馆 开过武馆 当时很多人学 很多人跟我同年龄的 或者还比我大的人 跟我学 那跟我同年龄的人 他一旦成名了 所谓成名不见得是武叔 是别的 那人家一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把我拉起来说 我跟他是师兄弟关系 原来他是我的徒弟 现在变成师兄弟关系了 我说再过一阵子之后 如果他再红一点的时候 他可能会变成我的徒 我变成他徒弟了 他对外宣称我是他徒弟 这个例子多了 我曾经教过很多的 那个有名的隐心 台湾的隐心 因为当时是因为 我的师父李世海先生介绍的 那些人在当时 在台湾的隐世界 已经是红人了 来我们家来拜师 真的是双膝跪地 我说千万不要 我年龄比你小 我能教的 通通教你 这个自速修以上 无悔藏无悔 你只要缴费 就是私生关系就好了 我教你 我会的我教你 因为你愿意学 而且你将来 你可以发扬光大 你去表演 那像这些人到后来 当时都不会承认 我是他师父了 我也不承认 我也不会对外公开说 谁谁谁 曾经我曾经教过他 我都不用 不往脸上贴心 因为人家是隐心 闪亮的隐心 我怎么能去跟他 沾光呢 但是当时见证的人 很多 很多 我家人就看着 亲眼看到说 谁谁谁 当红隐心 他们因为 刚刚讲 戏子无情 表示无义 因为他们是演艺人员 演艺人员 你看 随时就可以双膝跪地 就在我的客厅里面 我们家客厅里面 那我立刻就扶起来 抱歉吧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教你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 能够教会一些 这些人将来在荧幕上 可以看他们表演 也是一种成就感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台湾曾经有一次 在奥运会有一个 男女各得了一个金牌 那时候全台湾轰动 那简直是民族英雄似的 欢迎 那那个金牌 女的金牌得主 甚至有一个大学 有一栋楼 还用她的名字 做那个楼的名字 叫什么 这个名字 大家心知肚明 我不用把名字讲出来 那当时他也出了一本书 因为他曾经浪荡过一阵子 最后他父亲 终于把他又叫回来 练台拳 结果也继续练到 后来得了世界奥运会金牌 金牌得主 台湾整个的总统招电 什么都都有 然后他直接破格当了副教授 从一个大学生吧 还是大学毕业吧 体育系毕业的 直接破格当了副教授 大家都知道 学制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是大学毕业 你没有取得硕士资格 就算你取得硕士资格 你要从助教开始做 助教上面才是讲师 讲师上面才是副教授 他一下子跳到副教授 而且是国立体育学院 副教授 后来好像听说 好像怎么样 又下来了吧 因为他那个副教授属于技术教授 就是技术指的 就是你有专业 比如说你是德国奥运金牌 举重选手 你就可以直接变成副教授 专门教这项专业 就叫技术教授 不讲什么学理或什么东西的 他直接跳到副教授 是国立的大学 这个实在是 简单讲就是荣华富贵 突然通来了 后来他出了一本书 那本书当时很畅销 就是他的自传跟立志的文集 就人家访问他 然后出了一本书 以前韩国瑜不是也有人帮他出吗 后来闹了纠纷的 是一样的东西 那种摇笔感的人 他们专业就是搞这个 你只要随便给他一点材料 他就可以把它扩大渲染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他非常之神圣 后来这个女神结婚了 嫁给一个也是好像是搞跆拳的人 然后那个人是二婚 他们又生了小孩之后 这个女的后来外遇 外遇之后 他们两个人一直闹离婚 等等等 那些都是后话 我们讲一下 中间有一段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段 可能大家都没注意 可是我注意到了 当时因为他这个故事很激励人 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嘛 那当时就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女的 一个现在一个老太太 她是在那个 台湾的这个影视界 就是艺术界 影视 影视界是非常是 算是一个教父 教母级的了 教母 应该讲教母了 富宏换宇了 台湾那些所有的那些影星 都要跟他拜码头的一个人 只要他捧红哪个女人 哪个女星 哪个女生 马上那个人就会红 绝对会红 因为他有 他的人脉关系 还有他那些所有的手段 他都熟悉的很 名字我也不用讲 大家心知肚明 大陆人如果不知道 可以询问一下台湾人 然后结果这个人 当然是慧眼视英雄 我刚才讲过 只要经过他吹捧的人 经过他捧的 那个男女影星 一定都是大红大纸 这没有问题 因为他是 他是一个教母级的人 结果人家就 就有人跟他讲说 这个题材太好了 你说这个女生 长得也不错 然后那个样子 你看他那个样子 他的故事非常之感人 你看曲折离奇 结果这个教母级的人 他四人多语 他讲了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 那个话有点酸的味道 他是这样讲说 你看他真的是 一个很会演的人 他用那个 扮夹身的台语讲的 有一些是普通话 有一些是台语 他是一个很会演的 就搞演的人 他很会演的人 你看他得了冠军的时候 去颁奖的时候 颁那个金牌的时候 要把那三个冠亚纪三军的人 的那个国旗升上来 还要奏国歌 然后他要在那边 对着那边敬礼 对着我们中华民国的 清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敬礼 他一开始的时候 那旗子升起来的时候 那个三传终礼物 这台湾的这个国旗歌 升旗的时候 在短短的 大概一分钟吧 因为国歌很短 那个国旗歌很短 他就从开始的时候 保持微笑 然后开始热泪盈眶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旗子还没升到顶之后 他又开始爆出微笑来 在短短一分钟之内 他的表情这么丰富 一个影世界的 一个算是教母级的一个大亨 他看到他说 他真是会演 他说人家讲说 那你能不能提拔他一下 帮他那个安排一个 什么戏剧什么的 他说不要 他说不行 他就在那个 那个跆拳界就好了 在体育界就好了 不要跨足到这个影世界来 他其实后面还有后话 他就是人家就把他 那个那个那个 咔掉了 他的后话是说 这个人如果一旦 你弄一个 弄一个连续剧给他的话 他红到不知道什么样子 那红到的简直是 翻天覆地的地步了 那这个人将来会 会红到你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刚讲那个教母 跟老保子是一样的嘛 老保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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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儿爱财 姐儿爱翘 一般是这样搭配的 那现在他 他一旦红到那种程度上 因为他是副教授 那你会失控 你没办法控制他 你想要找他 找他去陪大亨吃饭什么的 他可能都没时间 也没有那个 他还要去发展 他的另外一片天 他不可能兼职来做你这个影视 这个活动 所以当时 这个教母讲的话 我一听就听懂了 就是说 我刚刚讲过说 有一些人他天之非卓越 但是呢 你不愿意收他 为什么 你收他 他将来会绝对欺失灭祖 这个夜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种 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土地上 做出这样行为的人 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最后我来讲一下 拜师到底是什么意思 拜师就是一个手艺人 要传手艺给下 给他的那个 那个晚辈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的手艺 有独到之处 也就是有秘诀 有秘方 你看那个什么北京烤鸭什么东西 他们都是有秘方的 他只传 父子相传 或者是师徒相成 他不会外传的 因此才要叫关门地址 把门关起来教你 不会让人家看到 那才是拜师的精髓所在 今天马宝国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关起门来学习的呢 你不过磕个头 你搞个拜师仪式 就是趁热度 趁热度 那真是卑鄙无耻 下流到极点 马宝国是被人家取笑 他是变成一个丑角 那中国大陆的官方是认为说 他这样子 一下子热度这么高 跟以前徐晓东一样 会接下来就会有广告 很多很多商业的机会给他 同样马宝国也是 有人找他拍电影吗 不是 那因此他要在这个时间 立刻给他切断 把他断电 断水断电 让他演不下去 所以这个 我已经讲过 这个他没有犯法 你不应该这样 你不该用政治的手段 用国家的机器来 阻止人家商业 那如果你要阻止的东西多了去了 传销什么东西 你干脆你就直接拿机关枪去扫射吧 把那些那些那些害人精通通打死算了 那你今天马宝国没有那样子 那因此这件事情 我觉得充分的反映出来 在中国大陆 显然大家在网路上 这个网路的活动 使得人性越来越虚假 今天可以跟你磕头的人 明天说你是骗子 今天是你徒弟的人 明天说你是骗子 说你要退出 那这个真的是 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是 哎呀真的是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你不但不遵事重道 你还欺失灭主 甚至于还落井下石 就这三条把你做实了 你这一辈子在武林 你不要混了 不要说武林 你在任何场所 任何人都不会把你当作是一个正常人看待 他们立刻就会想到你的邪恶的那一面 以上吴仲晨跟各位分享 这个叶庭与马保国的恩怨 谢谢